Hello 大家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我要來拍一個我近期的購物分享 沒錯 最近已經換季了嘛 然後就是一些帽提啊 然後一些比較厚的衣服 對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我就先從比較小的東西開始講 第一個是這個 Tiffany & Cole的香水 打開給你們看 還是長這樣 我覺得它包裝很漂亮 然後味道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之前用的香水剛好用完了嘛 然後前幾個禮拜 就是上個月的月底 然後我去了澎湖 澎湖的百貨公司是免稅店 所以我就在那邊就買了這個 我很喜歡 然後再來呢是這個 分第一 我買了一個 這個我不知道叫什麼 Hira還是什麼不知道 這個是我在小紅書上面看到的 以今天要分享的東西來說 它算是比較早買的 因為我不太補妝的人 就是我基本上不會帶東西出去補妝 然後那 就是它不太會暗沈 我覺得還不錯 但它有點白 我去澎湖 有點曬黑了 所以 我今天就是用這個 然後 好像就是有點太白了 嗯 但我覺得還不錯用 OK然後再來是 恩 最近買的一雙鞋子 對 我不知道 這個分享影片會先剪出來 還是我的Vlog會先剪出來 對 反正我Vlog裡面開箱的就是這一雙 然後這雙是Nike Dunk 跟Undefeated的聯名環 這邊 然後它的鞋子是雞皮的 然後它的勾勾是 毛毛 這是我第一雙全黑的鞋子 對 就是 連我的馬丁都是旁邊有黃色鞋的 然後這雙就是 真的是很黑的一雙鞋 好 然後再來呢 呃 喔 講一下這件帽子好了 那遠一點 這一件是 呃 一個韓國的牌子吧 叫Paragraph 然後我之前就有 買過它的 大雪梯 然後我這一件就是 逛街的時候看到的 然後我是回來 逛蝦皮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快要到雙十一了 然後我就是逛蝦皮 逛到 我就等雙十一才下單 所以這一件就有打折 對 那就是一個 奶茶色 然後上面都是這種 卡通圖案 我覺得很可愛 對 花花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很可愛 對 反正就是這件帽梯 我買到有 比較便宜我蠻開心的 然後同樣是這個牌子的呢 我還買了一件 針織背心 對 它是 長這樣子 沒錯 我覺得這個牌子就是很多 笑臉的元素 就是一些卡通圖案的元素 蠻多的 但它就是都只有彎塞 所以蠻大件 它背面就是它的Paragraph 它品牌的英文 然後 正面就是一個笑臉 然後 我如果 今天的分享如果我已經有穿 然後有拍照 我還是要放在旁邊給你們看 鼻子好癢 好 既然講到奶茶色系給你們看一下 我近期的褲子 這條褲子是一個格子褲 這個是 Poo&Bear的褲子 好 但它這個 可能最近穿會有一點點小冷 這條是有一點像西裝褲 對 的那種料子 就是一個咖啡色的格子褲 然後呢 就不錯 好的 然後這條也是Poo&Bear的 它就是一個咖啡色的牛仔褲 這個我已經穿過幾次了 對我很喜歡 其實我好幾條牛仔褲都是Poo&Bear的 那它的褲長真的是 我非常喜歡 我很少可以買到褲長 這麼適合我的褲子 然後接下來呢 下一件是 一個針織的帽T 是Essentials的 這件的顏色我買的是Creme 但這件是L號 是有一點大 對 因為這個牌子的版型本來就偏大了 我之前的帽T 就是買M 就已經蠻寬鬆蠻oversize的 這件我很喜歡 我每一件都很喜歡 而且很酷的是 就是我那時候穿的第一次 然後我穿 她拍了一個照 第二天我就看到我姐 因為我姐是上海嘛 然後我姐買了 一模一樣的同一款耶 超酷的 就是我們都完全沒有講好 然後拍照其實看不太出來 到底是什麼顏色 結果我問我姐 她就是跟我買一模一樣 好像連SISO一樣 很誇張 非常誇張 然後我姐就跟我說 就是姐妹眼光是一樣的 對 我每次拍這種分享影片 等一下結束都很痛苦 我就要把這所的衣服 重新摺好 返回我的衣櫃 我就討厭摺衣服了 對 對 OK 然後接下來呢 是我在YOU買的 這是一個短板的牛仔帽T外套 對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我還買了兩個運動的時候穿的 這是運動內衣 等等 然後 她很特別的是 她這邊是樓空的 長這樣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綠色的 然後是短袖 她也是那種運動的料子 我是很喜歡她的邊嘛 是下白 然後 這兩件我買 就是我想說 如果有時候穿 短板的T恤 然後我很怕手舉起來 然後我內衣會露出來的話 我可能就會穿運動內衣在裡面 那至少她的邊露出來是好看的 然後運動的時候也可以穿 對 這一次YOU都是我打折的時候買的 因為 她其實本來原價的單價蠻高的 就剛好看到她 實在打折我就買了這三個 好 接下來是我很喜歡的一個牌子 叫做Brandy Melville 我買了 這些 對 買了四件 我很喜歡這個 淡淡 我現在身上這個奶茶色感覺是 泰式奶茶 然後這個就是 鮮奶茶 它就是一個素的 拉鍊的帽體外套 但它真的很好穿 也很好搭配 然後它有超多超多超多顏色 我買過深咖啡色給我阿姨 還有深紫色 然後我有買過那種灰綠色 今天我買了一個這個 真的很好穿 就是你裡面隨便穿個白色 搭一個這個 就很好看 又休閒又好看 推推 這個牌子的東西我都很喜歡 我下次可以拍一集 我的 Brandy Melville的 所有東西給你們看 然後這一件它裡面也是有 有刷毛的 很舒服 但這個牌子它都是one size 但我是覺得很ok啦 對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可以穿 然後 再來 這一件 是一個 大學T 然後它前面有刺繡的 圖案 你看 對 我這個吊牌都還沒有剪 這才剛到 我姐幫我寄回來的 對 然後它的 這個大學T呢 也是有刷毛的 最近就是變天變冷都可以穿 Brandy Melville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都很美式 對 然後 這件是那種奶油白的 變色 我覺得 很好看 沒錯 然後 還有一件 它是一個針織的 有領子的 短袖 這件穿起來 我覺得很顯瘦 就是 它 可能很 很兇事吧 針織的東西 它就是 貼在身上 我就看起來 看起來很好喔 然後最後一個 這件 Chicago 這名字是 大學T 它的 它的 側面有 口袋 手可以放進去 對 這件 這件 好像是它們蠻經典款 但我之前就沒有買 對 我之前買的就是 呃 大學T 然後中間 就是一樣胸口刺繡的 New York的吧 我記得 然後還有 呃 Nijia La Gua Nijia Gua La PuPu的那一款 OK 那我們就繼續吧 是不是有點多 這一件呢 是個 韓國的牌子 我不知道它怎麼唸欸 這我是在星光三月來的 然後它 打折 然後我就 買了 櫻桃很可愛 它是 厚的 這叫什麼嗎 反正就是 捏起來很舒服的一個 材質 對 對 很可愛 小櫻桃 喔 它是大櫻桃 它是 有笑臉喔 然後再來這一件 大家應該就是 不陌生 它就是 Drew House的 帽T 這件是我朋友 它在官網強盜的 對 所以它是原價 幫我買 我之前有那個水藍色的嘛 然後我本來想要買紫色 可是我覺得紫色跟水 那種粉紫色 跟我的水藍色更像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爆蘭色 我那時候選顏色的時候 就是 糾結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我朋友說沒有心裡慢慢選 不然兩天都賣給你 可是 我覺得 不可以這樣子 我最後就喜歡爆蘭色 我很喜歡這種 克萊因藍爆蘭色 就是我覺得 很顯皮膚白 對 我很喜歡 好 最後了 對最後了 好的 那最後就是 兩款套裝 一個是 這個 你們應該都有看過我穿 我去澎湖的時候就有穿 然後他們都是 長袖的大學體配短褲 對 我最近很愛套裝 因為 就感覺 不用想你要怎麼配 反正它一套 穿出去就 很休閒很好看 對 就加一個 這個 黑色配黃色的字 然後 另外 一個套裝是 白色的 Polo 還有國旗 還有短褲 以前不知道套裝這麼方便欸 我以前想說穿套裝 會看起來 就是 太休閒 或者很像水衣 就完全不會 超好看 反正套裝 就是我近期滿 喜歡 的一個 東西 對 就是你不用去思考 你上衣跟褲子 要怎麼配 對 推推 但是我 滿建議就是要 就是 習慣戴一些 配飾 就像項鍊 或是戒指 什麼的 就是可以幫你的穿搭 小加分 嗯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購物分享影片 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如果你們有想要看我在拍什麼樣的影片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盡可能的拍給你們看 有什麼建議也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嗯 好 那就這樣子了 下集見 拜拜